瓊斯杯進入第三天賽程 剛好就是我們中華白的休賓日 但既然我們都來到彰化了 未來團隊怎麼會輕易的放過他們呢 話不多說馬上就我們的隊長黃鴻翰 來帶我們去突襲他們的房間 大家好我是黃鴻翰 那我們就趕快去看他們在做什麼吧 嘿嘿沒有錯 今天就是要來對我們中華白的小將突襲檢查啦 只是沒想到一開頭就鋪了個空 原來都是去做重量訓練的啦 OKOK 那我們就請隊長大汗 帶我們去看看他們揮汗苦練的模樣吧 今天我們修兵嘛 然後我們就安排 幾年家就安排說課程給球隊員這樣子啊 然後像現在應該是後衛組在做 等一下可能就轉方轉上來就 大概一個禮拜會這樣來練幾次 就平常我們習慣就是 就是我們重訓大概就是三次 那比賽就是 因為我們今天修兵 那就還是要維持肌力 所以還是就是會做一些訓練這樣 然後讓身體保持在 就是有在動這樣 主要是一些下肢的肌力吧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功能 就是增強式的訓練這樣 對就是比較我們在比賽的時候 休息的時候比較常做的東西 就像陳玉瑞所說的 即便是修兵日 球員們也是不能卸而代地 那既然大家都這麼認真的鍛鍊自己 究竟誰才是中華派正宗最醜用最強壯的男人呢 我們先問隊長就是 隊上覺得誰練最型 身材練最好的 大概是誰 不能講自己 應該是阿吉 應該是阿吉是不是 好那 只問一個人不准 再來稍微問一下 那 玉瑞覺得 隊上重量練最型 身材練最好的是誰 當然是阿吉啊 看他跟去年就知道 變壯多多了 兩票兩票 來再問老吳 老吳覺得咧 整個白隊隊上重量練最型 身材練最好的是誰 一定是阿吉啊 來 三個人 異口同聲都說是阿吉 男主角本人自己覺得 口說無憑 我們馬上來秀一下身材 來站起來站起來 不行啊 太棒了 哈哈哈哈 你怎麼講 上班的這部分 上班的這部分 手臂啊 我們看一下手臂 手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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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行還行還行 看看這個粗到不行的手臂 阿吉是真的練得很輕喔 至於那個肚子是怎麼回事嗎 大家就別太計較了吧 我來體育新聞 兩位林志如彰化採訪報導 阿吉